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要是真有本事 就去找传家给我们要个说法回来 到时候不用她请 我自己回 她 沈子 要不然咱们就这么着 幸运这事呢 我就不跟他们计较了 你说我家也没个男人 你回去就好好帮着给说喝说喝 好说好说 咱俩都多少年老姐们了 这还是个事吗 说的就是呢 那这么着 我现在就去做饭 吃过饭 你就带着幸福回去 那可太好了 好好好 沈子 你没事可别吓唬我妈 我是砸了传家的头 可没你说那么严重啊 幸福啊 别嫌审了说话不中听 是 传家摸了你妹子 是她不对 不过 你不也把她脑袋砸破了吗 那是我妹 我亲妹被人欺负了 我能袖手旁观吗 你有没有想过呀 这件事从头到尾 你说 那老王家有什么错啊 啊 因为你这事 这两个老的 天天去给书家磕头认错 你说这老两口她容易吗 他们干嘛要去给书记认错呢 行 这 这事咱都不说了 就说新媳妇回门这事 老规矩 回门当天必须回婆家 这事你知道吧 你说 这几十年的老规矩 这说破就给破了 让婆家在村子里 都留些画饼子 这事 你没有错啊 这也赖我呀 我昨天是要回去的 这青莱招呼都没打一声 她自己就先走了 对 是这么回事 我给她打了多少电话呀 她不接 你去问她 我给她打了多少电话 最后可好 干脆手机就关机了 那这不就是不想让我回去吗 那我还舔着脸回去干吗 我好意思吗 就是青莱不对 沈子 你回去你跟她说 她要是还想要我这个媳妇 就让她自己过来接 不然的话 你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你说 你就跟她说 她一个大男人 跟老婆小肚鸡肠的使性子 这不算本事 她要是真有本事 就去找船家 给我们要个说法回来 到时候不用她请 我自己回